就这开车水平 给你好车也不会开 这像是能冲的电桩吗 你说啥 能是能抵 弯逆吗 一个超市 你见过用像这种栏杆的吗 据神奇 你看那边对 这是排茶叶子 来许昌到现在 就吃了一顿会面 还有一个三明治 你看我这模样 肯定是洗漱打扮完了 什么叫说走就走 胡子拉叉子 脸都没洗 戴个帽子遮一下 心血来潮去趟河南 可惜当地咱没什么朋友 要不咱到了不得来一句 一泥大菜来呢 这一趟四个目的地 许昌 洛阳 郑州 还有开封 还有这么几个目的 首先就是实在无聊 所以说走就走 第二点就是想试试 这种纯电动车 到底能不能说走就走 这充电记录表我都做好了 表显续航将近700 这一趟单程旅程 也是700多公里 我倒要看看这东西 它行不行 第三点还没想好 先出发再说 这还没怎么着 满电续航680的车 这跑了25公里 10%的电已经没了 可能有人这车 在室外停了一晚上 刚起步的时候 是零度左右 我这把方向盘和座椅加热 都打开了 这还没敢开最大档呢 空调才22度 我现在考虑这个音响 到底听不听 反正最低到30% 我就得到充电站了 这就是所谓的 里程焦虑了吧 我看出来了 这标浅满电680的续航 实际上1% 也就3公里的续航 这等于是我跑了50%电量 现在150公里 两个小时都不到 下一个收费站 说什么 我都必须得找充电桩了 我现在开始理解 网友说的 养个电动爹 是什么感觉 这妥妥的里程焦虑 家伙 这像是能充的电桩吗 这撑拉一堆了 找了半天 就这俩 试试吧 2块1亿度电 别管怎么说 能充就行呀 从43%开始充 这电流41千瓦 11点多充满 这肯定我充不满就得走啊 我这第一站目的地 本来定的是许昌 为什么呢 胖东来 我老早就在网上听说过 河南有这么一个超市 特别有名 这不闲得没事吗 就说第一站先去那看一看 一般来说 我这种自驾长途旅行 都是吃喝 车上会准备很多 这一次什么都没带 反正第一站想的是去超市嘛 去逛一逛 就该买什么都买了 这按照原计划导航说 满大满算下午4点就到了 我还真是第一次啊 开这种纯电动 上高速这种长途自驾 这晚上能不能到也不知道 这个行程到时候看吧 可能需要得调整一下 旁边来了辆比亚迪 我就想不明白 这混动DM1 你跑高速充什么电呀 烧油比什么效率不高 还有一个事跑买 就像这种高速充电桩 你看看 离那个去卫生间啊 你买其他商品的地方要走很远 你每一次充电的整备时间和你去加油站 这完全没法比呀 这效率太低了 又来了一辆智己LS6 最夸张的是 它刚才是开自动泊车进来了 行我知道你有这功能了 不过非常讨厌的一点是 现在我两辆车用的是一个充电桩 它把我的功率全都抢走了 刚才我表现最高是48千瓦 现在它一来我就剩21千瓦了 这啥握握呀 你这三电系统干不过人国产呀 这是浓煞嘞 一个小时充了到82%的电量 半道还来一个电动车 把咱这个工具给抢了 真是弄不了 我这个电动跌呀 我算是第一次在长途自驾 尝到了这种里程焦虑的问题 在这个机脚干嘛 还就四个 我是真没计划 拍这么多路上的充电过程 没想到这第二次充电 又是170多公里 还剩36%的电 我就发现这服务区 怎么我遇到这俩充电站都这么难找 刚才又绕了一圈 在这个机脚嘎啦里面 总共就四个充电枪 很幸运啊 我刚到这正好有一个车刚充满 我紧接着就倒进来了 刚才有一特斯拉 前后差一点就让人家枪抖了 我一进这服务区的时候 看见有一个还挺新的充电桩 那个位置我以为能进去 结果一看不行 那这坏了 不过好在这个服务区的充电站 功率好像还挺高 目前我最高能到71千瓦左右 看上去的充电效率又比第一个快一些 你看这前面又来一辆比亚迪 刚才那个特斯拉等不及走了准时 我这幸亏还不算是春节高峰期出来的 这要不这抢充电桩的情况 那都不敢想象啊 我跟你们说 看我右面这辆车 又是那辆质解LS6 我还说这次的国家电网充电桩比上一次那个硬件要好 一直保持在80多的充电功率 自打它来了之后啊 一下给我掉到30多 这一次充到了92%的电量 最后应该是进入捐链模式了 才到十多千瓦的功率 太慢了 咱们赶紧继续旅程 我现在的导航显示我要晚上6点半到达 可是啊 以我对这辆车现在的续航表显来看 它至少还得再充个两次电才最稳到 我估计啊 这次的行程大概率要改变一下了 高速超车道开出80的速度 就这开车水平 给你好车也不会开啊 你都很难理解 高速路是怎么开成归速路的 这都是被迫呀 慢速车道啊 成为了快速超车道 120的这个快速车道 让他们开成最高能有80 这你敢信吗 就这一段路啊 这都不是我吹 我都已经在这个慢车道 我超过得快1000辆车了 我敢说 也不知道他们都想什么 就一直这么开 下一个服务区 我呢必须得再充第三次电了 但是这一次的能耗表现看上去 比前两次充电都要好 因为那个室外的温度 好像跟它的续航有直接的关系 现在的15摄氏度 比前两次它的续航表现 我已经跑了超过200公里了 现在还有40%多的电量 我估计再充这第三次 就能直接到目的地许昌了 哎呀不过这一路开的确实很累啊 充电这个过程 找充电桩 然后计算它的续航里程 计算它的时间 还有服务区的距离 很费脑子 还有路上就这帮 不会开车的人们啊 就我真的毫不夸张的说啊 就是逢年过节 高速路上10辆车 有9辆都不会开 你说就冲着开车的水平 在网上你看什么汽车的视频 还指着他们给你点赞 还有独立的思考去评论 太新鲜了 这怎么服务区好像都进不去 这看上去这路牌指示还有车位啊 这就有点吓人了啊 瞅这意思啊 这充电桩这得多少啊 进去带你们看看啊 这到底服务区有多疯狂 好像也都是满的 这还有一个蔚来的充电站呢 这要是能换电就好了 直接就走了 你看蔚来那边 有小鹏的快充装 没戏啊 这大哥分量真好 又来吃电了 你们一起吃点包 你说啥 俺是能比 我安你吗 不废话了啊 第三次出完电了 还剩180多公里 这导航告诉我 现在晚上八点到达目的地 91%的电量啊 这肯定直接就能到了 只要前面的堵车 没有太夸张的严重 但也不好说啊 就这帮高速上开车的二把刀 一个个的比归宿还卖 我看了 今天这个许昌的胖东来 应该是很难实现 我的第一次逛超市的愿望了 没事 反正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没什么计划 咱们随机应变 希望前方的大哥们 开车尽量顺畅一些 你看我这模样肯定是洗漱打扮完了 没错 已经到了这个许昌操卫古城了 刚才走进来门口啊 以为这什么都没有 特别荒凉 忽然之间就找到了这么一条街 仿佛让你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你知道吗 啥也不说了啊 这个电动爹让我晚了好几个小时到这 一天没吃饭 我得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去了 明天积聚 我来这儿是为了胖东来啊 明天逛超市 这已经是第二天的行程了 早晨七点多 开车出来 找了一个有充电桩的酒店 上人家这里给这个电动爹 吃一点早餐 今天的行程呢是上午先去逛一下许昌这儿的胖东来 本来就为了这个目的嘛 想看看这个网红超市 然后呢直奔洛阳去一下洛邑古城转一圈 下午就赶到郑州 在那儿过夜 明天就直接返程的路上去一下开封 吃个开封菜 本次的河南行程基本上就OK了 昨天到许昌这里比较晚啊 直接就是逛了一下曹卫古城 这个胖东来因为就是九点闭门嘛 也没看到 那个曹卫古城中间的那条商业街还真的挺大的 人非常多 很有过年的氛围 但是小吃啊 或者说美食方面 我觉得全国各地这种商业街都差不多 我没找到什么太特别的 然后只找了一个小店 吃了个会面 晚上这个还刮起了大风吹得我有点感冒 顺便路上我看了一眼那个时代广场的店 我发现在曹卫古城的应该是南面吧 就有两个一个时代广场的民生广场 听说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个天使城店 但是我刚看了一下今天网上的一些攻略 好家伙 早晨六点多就有排队 好像是去买他们那个茶叶还挺有名的 我看这评论区说本地人已经很久没去过胖东来了 这全是外地的来排队 活生生把一个超市给逛成了五位级景区了 这胖东来门口 这什么情况 这已经排成这样了 我天哪 和景区一样 这个车都是在等着进胖东来的停车场吗 好像这个连通的里面也能停车 我去看一下 河北的陕北的 这个河南其他地方 还有广东排吧 我的天哪 这这都是慕名而来吗 为这超市怼墙直接插进去 前面是胖东来 但是门口这个等待进停车场的车流量 已经这都说一公里以外了 所以告诉你们一经验啊 这有一个中国连通往里面开 可以停车 这还好做了攻略啊 提前查了一下旁边有一个连通停车场 还真喜欢让我停进去了 这你要这么等 你看看就这车 排的太多了 我刚才还说呢 那个停车师傅说 你把钥匙给我吧 这车太多 一会儿帮你好挪 不是客气 然后呢 拿出二维码说十块钱 这就印证了一句话 没有花钱的不是 来跑们看看这人流量 一个超市你见过用像这种栏杆的吗 跟春运一样 跟去游乐园一样 还得绕好几道坎 我看还有警察叔叔在维持治安 网上做了个攻略 说西门有一服务台 有一个小门能进 然后刚才工作人员说 今天都必须从这个口啊 统一管理 一点不给机会 你看这里啊 我巨神奇啊 你看那边队 这是排茶叶的 然后我这边队还真排队了 我就是来看看消费的 有的人说这个茶叶便宜 有的人说这个品质好 咱也不知道啊 他们说网上没有 对有特别早来的 早晨五六点来排队 这品质得多好啊 这进商场不算 看这超市 这超市还得排队 还得人流管控呢 你说说见过这阵仗不 进超市二次排队啊 这就是他们说的那些新大的果汁吗 还挺多 拿几个吧 太夸张了 刚才一进门 这个甜点区啊 就跟不要钱似的 框框的 他们一摞一摞的拿 我这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跟着就拿 大家都不看钱 上去就没完没了的 太夸张了啊 胖农来出来这一趟 一共花了334块7 也不知道买了什么 反正一进门就跟着大家 他抢 你抢 我也抢 也不看价格 买了一堆吃的 反正因为早餐没吃嘛 一会儿吃一下这个三明治 然后我看他这个 网红的大月饼 这是29块8一个 放在那个框里 大家也没看价格 当然他也没写 有的一拿 都拿一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鲜榨的果汁 买了一个甘蔗 一个橙汁 倒不贵 橙汁11 这个6块5 其他的那些果汁 我看二三十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胖农来 他路价也就很正常吧 也不算多优惠 包括他的这些东西啊 就和常规的一个超市 没有什么区别 像现在这么多人 他的那个主打的服务 我觉得你也完全体会不到 大家应该都是一种 从众盲目的消费心理 来凑个热闹吧 我觉得没有太多新鲜的 建议各位大老远 想来体验 说看看胖农来 他所谓服务 那逢年过节就甭想了 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体验 我应该不到半个小时 就逛出来了 不过像他的那个收费 开的窗口还是比较多 所以没有太多的排队现象 当然他也有一些自动的结算窗口 还有他那些金店呀 茶叶店呀 因为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反正人也有多 我就不管了 咱们下一里程去洛阳 洛伊古城 来许昌到现在 就吃了一顿会面 还有一个三明治 到洛阳了 但是洛伊古城之前 你不要把车停在他附近 太堵了 正好这儿有一个充电站 好像还是三小时免费 旁边呢 会有这种啊 共享电动车 还挺方便 提前找停车厂 我说对了 这门口停车太费劲 但是这个共享电动车 我失误了啊 那个滴滴的那个小菊 不行 还车点在对面 挺麻烦 找那个小蓝车 要么你就多走几步啊 反正也不远 就在他对面 前面过了天墙 对面就是洛伊古城 来之前网友就跟我说 你来洛阳 必须到洛伊古城看看 这里面你还必须 得租一套 或者买一套这个汉服 否则人们看你啊 就得当成外星人一样 但我这一看 这外星人也不少啊 一进门 那些招揽照相的人也不问我 都问这些穿汉服的姑娘 这关注抖音啊 预约进 我一问 不关注让进吧 他说没问题 那这帮人都在这预约什么呀 还非得关注一步 我这也没做攻略啊 这洛伊古城 不是很古老的建筑吧 你看那下面这还有刚建的 还没建好的呢 那边甚至还有一个VR游戏厅 这你敢信 到处都是商店 吃的喝的卖汉服的 这很现代嘛 主要是人也多 没有一专业设想师陪着 你好像也照不出什么好看的东西 说实话 我这都逛半天了 没找到太多值得拍照摄影的角度 主要是人太多了 而且他这东西也都是很现代 非常商业 转了一圈洛伊古城 出去了 你如果也跟我一样啊 一个人来这儿 没什么意思 这里面商业太严重了 全是卖吃喝的 然后拍照的 美女姑娘们来找一个摄影师 还挺合适的 拍拍照 但这古建筑不是那种 真的很有历史的看上去 好多都是新建的 还有没建完的 这一次也是让那个电动车 把行程时间给我耽误太多 没有太多时间 好好去逛那些真的古建筑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尤其你要是节假日来 人太多 也不会有特别好的体验 可能这里晚上会非常好看 但那时候你就更需要一个摄影师了 下一站河南郑州 应该是晚上之前能到 去一下二期广场 估计又是一个商业美食机 但这次真的是形成太紧张 没有那么多沉淀下来的时间 去看那些真正的名胜国际 朋友们 我发现前面拱益服务区 这牌子上怎么有麦当劳啊 没见过你们看见过这服务区 有麦当劳这种餐厅的吗 这段路有点大堵车 该不会是这服务区太大了 这客流量进出比较多 果然这堪比市场超市 这人是真多 到郑州了 就得找这种有充电庄的酒店啊 有经验了 收拾一下 准备晚上去逛一逛 去逛街吃晚饭之前 给你们看个好玩的 听说这叫大玉米啊 我也是专程坐地铁过来看看 但是里面就不去了 它上面好像有一个观景台 要票 要钱的事 我不敢 糟了 吃饭你 我这还蒙对了 刚出地铁站 正面这就是二溪广场 特别有名的这个塔呀 还挺好看的 很适合拍照 计划郑州这两个地标建筑 都已经打卡完了 这就是二溪广场 确实挺热闹啊 商业氛围很浓 但是这个吃的东西 我实在是找不到想吃的 因为它全国都是这些小摊贩 因为它这儿的吃的 全国各地都有啊 那些小商贩 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本地的东西 找个地方吃个饭 明天我看看能不能 吃一个这儿本地的胡辣汤 然后再去开封 吃个开封菜 河南之行就结束了 行程的第三天已经返程了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这次开电动车自驾旅行 我做了一个表格 就是每一次充电相关的数据 这些信息 下一期视频呢 我把这些数据汇总 整合一下 给大家再总结 我这一次开电动车的 一些实际的经验 就是大家说的 纯电动车到底值不值得买 下一期视频 我们好好聊一下 那么再聊两句 这一次的游玩行程啊 其实安排的是三天 但因为开的是这辆电动车 确实耽误了很多的行程 本来我这次返程是 从郑州往回走嘛 原计划是一个小时路程 也不远 先去开封 当年黄渤的那个电影台词嘛 吃个开封菜 朋友们在网上跟我说 有一个叫第一楼 灌汤包还挺有名的 我查了一下 本来就是想去那儿 买个灌汤包 然后直接返程 但是啊 就这个胖冬来的时候 买了好多吃的喝的 而且它就一天保质期 可能人家品质确实挺好的 都是先多先卖 郑州的时候 我还想早起去吃一下 它有一个挺有名的胡拉汤 但是啊 考虑到返程 可能路上这次车会非常多 因为春节假期马上结束了嘛 这个电动滴 我又很担心 它要充几次电啊 就耽误时间 就一想算了 我当地郑州都没吃什么 这个好的美食 就别去开封捣乱了 就直接路上 把胖冬来买的这些东西 就打扫干就OK了 所以这一次真的是走马观花 没有时间沉淀下来 去好好看真正的名胜古迹 而且每一个景点 所谓的都是拍了个照 就算打卡了 主要还是为了去测一下 这个纯电动车 这一次的一些实际的经验 因为以前确实没有开过纯电动 这样长途去体验 它的一些性能表现 这是我返程的第一次充电 因为我看了一下导航 前面好像有一些堵车的状况 我就有点担心 正好这儿感觉还是人比较少 就先来充个电 应该返程还会有至少两次充电 我才能回家 这一次我目前看到的一些用电规律 环境温度和平均车速 是对它的续航表现有直接的关系 OK 这一次的河南自驾行 就给大家算分享这么多吧 下期视频咱们好好聊聊 这些用电方面的经验 记得点关注 我是超棒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